2021年7月19号,乒乓球世界冠军丁宁微博发文说,很开心在此和脱口秀演员忽兰打球。 20年前在大庆全运会的比赛上我是第一,忽兰第四。 20年后的再相逢,丁宁让忽兰赢了自己,丁宁还说,今天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 但对观众来说,对于丁宁最值得记忆的就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他和新加坡乒乓一姐冯天威的对决。 1990年6月,丁宁出生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丁宁的父母二人都是运动员出身,她的妈妈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她的爸爸是一名塑滑运动员。 小时候丁宁的妈妈最常带丁宁去的地方就是自己工作的体育馆。 体育馆的二楼是乒乓球的场地,正是这里成为了丁宁乒乓球路上的启蒙地。 1996年6岁的丁宁开始练习乒乓球,在这过程中,母亲发现了丁宁在乒乓球方面有着特别好感觉。 于是母亲就自己花钱送丁宁去参加辽宁省乒乓苗子集训。 在这次集训当中,丁宁被真九祥教练看中,开始亲自带着丁宁学习训练。 1999年9岁的丁宁到北京学习乒乓球,在学习过程中,丁宁被周树森教练看中,带着丁宁加入了北京队。 周树森教练,之前是中国国家队教练,在卸下国家队教练职务后,先后担任过浙江省女队主教练和北京女队主教练。 在他的培养下,当时的北京队也是高手云集,除了有中国女拼天后张仪宁,还有标王郭妍。 丁宁在北京队训练期间,除了教练的贴心指导外,还有大魔王张仪宁教他乒乓技巧。 郭妍教他战术,丁宁的乒乓偶像就是张仪宁,能让偶像教自己打球,这样的生活丁宁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如今却变成了现实。 对丁宁来说,每天他最期待的事情就是训练。 教练也说,丁宁是一个特别少见,非常享受乒乓球的运动员。 丁宁就把这种训练当作乐趣,把乒乓球当作人生的生活中练就了高超的乒乓球中远台队功能力。 2005年15岁的丁宁进入了中国国家队,在国家队刻苦训练了6年后,2011年21岁的丁宁获得了世界乒乓球赛女单冠军,成为了中国乒乓球历史上第三位,即盖斯特杯得主。 在世拼赛女单决赛现场,丁宁和李小霞上演了一场精彩对决,双方的比分一直呈现着扭转趋势,你先得了7分的比分领先,我再紧接着拉平比分以11比7赢得胜利。 比赛在这种情况下连打6局,最终丁宁以四胜二福的成绩战胜当时,在世界女拼排名第一的李小霞赢得冠军。 这场比赛也为丁宁稳定了他在国家队主力队员的位置,2012年丁宁参加伦敦奥运会。 在这次奥运会上虽然丁宁以1比4的成绩输给了李小霞,只获得了女单亚军,但丁宁和新加坡乒乓球一届冯天威的精彩对决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冯天威和丁宁一样都是从小在中国乒乓球的环境里长大,曾经也是中国国家队的一员,只是在2007年加入了新加坡乒乓球总队,开始代表新加坡参加比赛。 两人的比赛和其他选手一样都是7局4胜制,第一局以丁宁以11比7的成绩获得胜利,第二局丁宁以11比4的成绩再次获得胜利。 可在第三局开始冯天威改变战术,攻击速度变得越来越凶猛,开局就以5比1的优势领先丁宁。 虽然丁宁马上调整状态,把比分拉到了7比7,但是冯天威也是越战越猛,以11比9的成绩扳回一局。 好在第四局丁宁以12比10的微弱优势取得胜利,抢先以3比1的优势拿下赛点。 第五局冯天威加强球路,变化赢得胜利,把大比分拉回了3比2,但是丁宁有一个优势,是打得越多心态越稳,在一颗大心脏的帮助下,丁宁取得了第六局胜利以4比2的优势,战胜了新加坡乒乓一姐冯天威。 虽然在最终的决赛上丁宁没有获得冠军,但这次的奥运经历也让丁宁的乒乓技术变得越来越成熟。 2016年里约奥运会,经过七局苦战,丁宁击败了伦敦奥运会的女拼冠军李小霞,首次夺得奥运女单冠军,也成为了乒乓球历史上又一位获得过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的大满冠选手。 丁宁能取得这个成绩,一是因为她从6岁那年开始练球到2016年获得大满冠。 这20年只做练球这件事,才把这个事情做到了极致,二是离不开国家队陈宾教练对她的培养。 陈宾教练因为年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每年回家休息的时候,都会到家里附近的一个寺庙求健康。 可她求健康的原因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指导丁宁他们打球。 对于丁宁来说,乒乓球是她要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业,可对于陈教练来说,乒乓球也是她一辈子的事业。 许多运动员在取得成绩后会容易飘,会容易自以为是的名人综合症。 但获得大满贯的丁宁并没有得什么名人综合症,教练们都说她还是那个懂礼术不怕书,敢竞争的丁宁。 2016年,丁宁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功站在来巅峰的丁宁,终于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 可回到家的丁宁面对着突然改变的生活有些不适应。 之前在队里里生活,是几点起床,几点练习,几点放松,都有着明确的规定。 如今在家里有大把的时间让她自己安排,反而不知道干些什么了。 妈妈说,带她出去逛街买衣服,丁宁却说,自己对这些事情一直都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只喜欢打球。 虽然休了长假的丁宁不知道干些什么,但这个长假可以说是她二十年来,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待的最长时间。 2017年,丁宁当选中国女子乒乓球队队长,有媒体采访她说,像在你之前的张一宁,李小霞等人,都是在巅峰时期成功后就选择了退役。 那你为什么在这个巅峰时期没有选择退役,反而是选择承担更多的责任了呢? 丁宁回答道,因为现在队里的其他小队员,像朱雨林,他们参加大赛的经验都比较少,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前辈,需要在这个时候好好带领他们。 记者又再次追问,现在你是一个大满贯冠军荣誉满身,可是你没有退役,那之后在比赛当中,如果你输了,观众们批评你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丁宁回应道,我对于输赢并没有特别看重,只要我问心无愧,尽了最大努力就好。 2017年乒乓球亚锦赛在江苏举行,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夺冠热门丁宁,42比3败给了日本选手平野梅宇,无援四强。 但胜不交败不哪的丁宁在女团决赛中,三局完胜一腾美成,带着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夺得亚锦赛女团冠军。 同年6月,北京市第12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出习党的19大代表63名,丁宁成为年龄最小的党代表,2021年的今天,东京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 但在东京奥运会开始之前,今年31岁的丁宁没有入选的消息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于丁宁没有参与奥运会的原因,一时之间也是议论纷纷。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对于今年的中国女子乒乓球队来说,最大的对手就是日本球队,特别是日本球队的天才少女伊藤美成,对中国队来说有很大威胁。 而对日本球队来说,中国球队也是他们最大的假想敌,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战术安排,都将打败中国球队作为了第一目标,丁宁的实力很强,可他的打法一直都是稳中求胜。 对上伊藤美成的话,丁宁没有太大优势,就连丁宁自己也说,自己的技术打法都不够先进,自己正在有一个强大的心脏,能够快速调整心态,面对各种有利或者不利的环境。 虽然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丁宁并不是参赛选手,但是丁宁成为了一名奥运会解说员,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为国家队贡献力量。 31岁的丁宁已经是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现役里最年长的队员,丁宁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自己现在有两个大事,一个是可能要选择退役了。 她正在计划着忙完东京奥运会的解说后,9月份就要去北大读书了,读的课程也是和体育相关,等到学成以后肯定还是在体育行业继续工作,毕竟乒乓球是她要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业。 第二件大事就是要结婚了,今年自己已经31岁了,爸妈也都一直在催婚,但是还没有合适的对象,对未来对象的要求嘛,只要我喜欢她,她也喜欢我就好。 接受采访的丁宁一直都是面带微笑,丁宁的人生还有很长,我们也期待着她在运动员之外的领域绽放更多光芒。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